康有为基本上就是 学术里面有一点的成就而已 还有就是他对西方的文明 其实是很皮毛 所以根本就没有很具体的方案 给了光绪 所以光绪给的他的官职呢 也只是在五品的总署 这个总理各个事务衙门的 张静行走 行走呢 其实光绪的真正的这个 去办光绪的这部人呢 就是在军纪处这个 张静四个人 就是后面六军纪的其中四个 林旭 杨瑞 刘光帝 谭四同 那一般人呢都会觉得 他们四个人都是有事之事 他们都是这个热学的青年 是很厉害的 完全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他们四个人可以进得到 这个军机处 就是这个现在的国务委员会 他们捉不了 大臣 因为两瓶以上呢一定要 慈禧去批准 那是谢恩 所以二品它叫不了 张静呢是四品 四品呢是 你看这个中国历史 往往都是这样的 当皇帝 想在这个 在这个制度里面拿多一点权力的时候呢 他就给了很多这个 自己的秘书很多影响力 比如 现在也知道中国历史 讲的什么部长是尚书 尚书其实开始 这个尚书不是这个意思 尚是帮助 所以有尚善 帮助皇帝吃饭 尚书其实等于是秘书 但是过了好像可能一千年吧 就变成一个珍贵的官员 这个中书省也是 这个军纪处也是本来没有军纪处的 但是这个雍正想在这个制度外面 搞了一个权力的中心 来抓多一点权力的时候 他就搞了一个军纪处 这个光绪也是一样 他搞不了这个军纪大臣 这个全都是慈禧的人 他就找自己的亲信 四个战金 但是你看看他们的背景 林旭 你知道他是谁 他老婆的爷爷 就是沈宝珍 官三代 杨瑞流光帝 杨瑞是张志栋的第一亲后子弟 是他的最好的追随者 是张派 刘光帝是跟杨瑞 也是跟这个张志栋很亲密 然后这个刘光帝他去 他的这个 谁推荐他的就是陈宝珍 陈宝珍就是湖南 湖南巡抚 湖广就是湖南湖北 然后湖北是这个 谭记寻作巡抚 湖南是 陈宝珍 两个都是张志栋的范围 说他也是张派 谭思同 说了很多次 湖南人 谭记寻的儿子 正牌官二代 胡广 也是张派 所以你看得到 其实 你说这个最后 为什么这个权力 这个斗争那么激烈 因为不仅仅是这个 为不为心 变不变法的问题 而且是 而且是这个四个人 其实是汉人阳污派的现眼 你看这个 那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很多人看这个历史 就抗凉变法 抗凉变法 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听过 为什么抗凉 第一 不在六君子里面 第二 为什么抗有为 如果是皇帝 那么中中他的王 为什么这个四个章经 不是他 他是寒门 他没有背景 他只能做这个五品的 在这个总署的 这个行者 章经 他们才是皇帝的这个铁杆 而铁杆呢 其实很多人呢 就跟这个抗有为 已经说过你 这个你太过激烈了 有一个 比如就有一个 也是维性派的 是王兆 在礼部的 就跟着说 抗有为 其实你真的想变法的话 你可以找这个 黄太后啊 他不是守旧 他也是很开明会 你看 你听 就是上次讲 我们讲这个 洋雾运动 铁路 轮船 煤矿 电报 全都是李鸿章做的 李鸿章怎么可以做呢 如果没有太后的默许 他怎么做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个 他们四个就是 这个背景 有这个背景 就开始搞这个 白日为信 白日为信 其实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光绪 这个 这个 心理这个素质 其实真的不够好 你看他的书法 很多人不会这样的 大部分正常人 不会这样的 他要是这个 甲午太快打仗的时候 他的姿势又大又肥 又厚 然后打败的时候 又小又细 就是看到他的情绪 在这个波幅是很大的 很急躁 他在一百天的这个 戊戌这个编法 这个白日为信里面 出了两百四十道诏书 这是不是乱了套了吗 就是不停的发 部分发的就没有人执行 基本上除了这个 城堡证 然后大部分的 要执行的 其实也是洋务运动 已经在做的 就是铁路啊 开场啊 开场啊 开做东西 这个这个新式 这个设备啊 唯一这个 可能在这个洋务运动 上面就是办学校 办学校 就开了这个 金氏大学堂 就是这个 现在的北京大学 还有呢 就是废罢股 废罢股呢 就很多人都反对 其中一个人呢 就是这个 干义 干义是个 保守中的保守派 这个 奇人 他就是 你听过这个 清末这个冤案之一的 这个 杨乃姆 杨乃姆和小白菜 这个最后 这个审案 公正的 其实就是干义 干义是审的 但是他就反对 废罢股 反对废罢股呢 其实他就告到 这个慈禧前面 告到慈禧前面呢 光绪也去慈禧里面 说为什么要废罢股 几天以后 这真的废罢股 所以你看 你看得到这个慈禧 其实不反对 反对变法 他不是保守 要是保守的话 你解释不了 他1864年 到1894年 做的所有的事情 他不是保守 他也不反对 他说过了 只有不改国号 不剪辫子 你要怎么辫也可以 当然 你说这个 一定要说 此时是完全邪恶的 就是可以说 他是一个圈套 给光绪 那我觉得放不着 他这个废罢股 刚毅是后面 铁杆的支持 支持这个慈禧的 所以 然后就搞了这个 所以就开始 废罢股 也是对的 因为罢股呢 其实真的 这是一个很 这个格式而已 然后呢 是因为松朝的时候 是考测论 考测论就是 现在我们要见高潜 是不是好事啊 你就写写写 八股不是这样 八股是你一定 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要是什么东西 因为孔子 这样说 所以就这样了 所以一定要这个 quotation 明白 所以但是 在考测论 最低反对的 就是考试的人 因为我们读书 读了八天 就是这个 孔子什么 中心中说 你想改 就是从这个高考 变成DSC 肯定很多人不反对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当时说这个 梁启超不可以离开家里 因为会有这个 世子去打断他的腿 就搞这个 这感到混乱不堪 还有这个 光绪皇帝 搞了一个 也是这个 为什么宫亲 因为很老辣的一个东西 就是改革是什么 每一个政权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面 一定有它的 潜贵则 潜贵则肯定有一些 利益的集团 就是利益集团 拿利益的时候 就酿成这个 国家的机器的 不稳定 或者是这个 效率低 所以当改革者 来做改革的时候 就把这个 效率低的东西 改成这个 效率高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把 一些潜贵则 或者是一些的 这个 利益的输送 删掉 但你删掉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反对你 其中在清朝呢 是什么 就是齐人 齐人 入关是靠齐人 齐人 就是权力的中心 皇帝是齐人 所以重要的就是齐人 齐人 八旗军 二十几万人 当时入关的时候 是八旗金旅 是八旗铁骑 到了好几十年 一百年之后 就腐朽的不堪一击 所以打这个太平天国 根本就没有了战斗力 然后呢 在这个入关的时候 有一些明朝的 降病降降的 就是变成这个 陆营病 就是大概五十万 加起来七十多万人 在太平天国里面 全部是不堪一击 全部是这个 腐朽到一个 不能再腐朽的地步 每年大清 用两千万来供养他们 当时讲过 北洋舰队 也是挺有战斗力的 一百七十万两 你看呢 这两千万是没用的 所以要裁缺 还有这个齐人 不需要 因为你要当兵吗 你要回屋国家吗 你不需要生产 所以国家养了你 但是你要是 你保护不了国家的话 要把你一个 最光线 所以要把这个供养 这个齐人的 供养的 就是这个费用 也散掉 还有呢 很多 很多部门 其实没用的 比如 入关后 还有这个 辽宁里面 有六部 当时 黄太子 有六部 然后这个 监视府 监视府是什么 是 战士府 是这个 陪太子 读书的机构 真的 但是 大清 没有设太子 没有立太子 还有这个 红卢寺 红卢寺 就是管这些 放属的 但是放属前 全没了 全别拿掉了 这个韩国 是这个 日本 这个越南 是这个法国 没了 来干嘛 所以要采取 这个 永贯的这个问题 但一采取 这个中国政治 最重要的就是 很多人 成事不足 败事 必定有余 所以他们就反对 每天 比如 奇人 每天就在这个 在太后 在这个 预和园 全都是这个 这真的是 真的是 战夷 当时 不是战中 是战夷 就是这个 在预和园 很多很多奇人 在不停在哭 我们太后 为我们做主 是不是 是 然后这个 搞了这个事情 太后也觉得 这个怎么搞的 就也看得到 这个公亲王 是真的 真的知道 要是这个光绪 真的要搞 搞了 你就触动到 这个大清满足的利益 也知道他是国际 也知道他 他做了好几十年 他 这个 慈禧也搞了好几十年 李鸿杖搞了好几十年 你要是这个 太过激的话 就肯定这个 制度 这制度呢 你去改革 就等于是这个 我说这个 牛顿的第三这个定律 你要多大的力度 就多大的力度 反弹 所以你看这个反弹 那么大 所以到这个地步呢 有一些 白日化的一个地步 就是当 刚刚我说这个王兆 王兆就是根据本来是微信派 就上书想跟这个光绪皇帝说 你去 我觉得你跟太后 应该一起去这个外国 去学学 外国的这个 对考察考察 就给了国人 就看得到你们母子呢 很相亲相爱 你们也争了这个知识 也给了这个外国人一个机会 看得到你们是真的想变法的 这个礼部 其实他是礼部的这个官员们 礼部是最保守的一个部门 所以他呢 这个因为他官级不够高 所以呢 就通达不了这个光绪 这光绪其实在微信的时候 也说过 应该 通言录 就是这个 所有人都可以上述 因为之前不可以的 你尽管要四品 你外地 外官要三品 平常 所以你看看 为什么这个清常皇帝 为什么有些做一些事情很笨呢 因为他们没有Google 所以呢 你看这个 当时三品以上的 这个外地官员 四品以上的这个金官 加起来还 几百万 几百人 所以等于你要管一个 四点五亿的国家 但是只有四百个人的这个话 你可以听得到 或者是看得见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做到好的这个决定呢 所以就说 所以他上去的时候 其实 这个唐官 叫怀塔部这个旗人 就应该给了这个光绪 因为光绪这个政策已经说过 你们就可以上达天庭了 怀塔部见到就觉得 这个真的不合理法 这个两宫怎么可能离开中国呢 就扣下去 扣下去光绪就知道 知道以后了 就罢免了怀塔部 还有五个这个立部这个唐官 但他们是慈禧的人 所以慈禧就很奴火 尤其是怀塔部的老婆 是跟这个慈禧打麻将的 打麻将很重要 因为其实这就是利益的输送 所以你看这个慈禧逃走了 这个八国联军走了 两年以后回到进城 剩下这个盈库也到两百多万 怎么来的 打麻将来的 是不是 太后老佛爷 这个一同我不要了 一同不要 老佛爷就 胡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到这个地步 老佛爷就出来了 因为这个怀到我老婆 就打麻将的时候 就跟着这个 太后就哭 她哭 所以当这个时候 这个太后见到这个光绪 但其实太后这个心理 可能不是恨不恨光绪的问题 就是你看到 他就觉得 从这个满人的利益来看 就是光绪是 这个皇帝是给了这个汉人挟持 他们他周边的人全都是这个汉人 这个大臣 地方大臣 地方大臣打完这个太平天国以后 地方都府的权力 是特别的高 特别的强 知识能力特别的强 在害怕 我们满人给他们 现在汉人用这个 在皇帝周边用变法为名 其实是这个 这个反清 反清复明为实 因为很多很多人就说这个 你看看这个抗有为 所有讲的也是对的 他是为了中华谋 不是为大庆谋 大庆的利益 跟中华民族的利益 很多时候不相符的 比如这是这个清朝人 这个满洲人的 这个这个供养的这个 所以就 然后呢 这个光绪 下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招数 没有人看 没有人听 没有人执行 除了这个城堡证以外 所以他就想 开始开设一个叫 茂琴殿的东西 茂琴殿就是以前 康熙皇帝在这个 在读书的地方 他想搞这个茂琴殿 就等于是搞另外一个军纪处 搞自己的这个思想 跟这个思维的伴子 慈禧太后 见到这所有情况的这样呢 就不允许 所以不允许的时候 就他们两个的决裂 就越来越激烈了 越来越激烈 就到了这个九月份的时候 搞了好 搞了三个月 什么也搞不成 九月十四号的那一天 有两个重要的人 到了北京 第一个是茂琴殿博文 茂琴殿博文就是刚刚 就是当以前的这个 日本这个首相 就是因为他 所以打赢了这个中国 还有是因为他 谈判这个马关条约 根据他自己的 他是以个人身份 去天津跟北京 袁世凯呢 就是直立在小战 有手握七千个 用得势的方法 去操练的新军 的人 他是抗有违 觉得这个袁世凯是 靠得住 可以做违心派 推荐给皇帝 皇帝就想见这个袁世凯 就是十四号 到十五号呢 这个皇帝就写了一封 这个诏书给了杨瑞 这封诏书根据这个 抗有违讲呢 就说我们变法呢 很艰难 因为这个老太后呢 就不允许 就是搞了很多很多 这个给我施压 你们要想对策 我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你们要想办法来救我 救了我呢 才能可以搞好这个变法 这个是 这个是 康有违说的 这个诏书是什么 但是其实你 十年以后 在一九零八年 当这个 呃 呃 光绪跟慈禧向上去世以后 杨瑞的儿子 就拿出 真的诏书 真的诏书是 是这样的 康有违的思想过激了 太大 太激烈了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 继续 去改这个 去搞变法的话 不可能 不可能 用这个方法搞 但是 一写了这个 那就等于是 康有违是 没戏了嘛 所以康有违就把它 扭过来 扭过来 你说你没有 你拿着这些 幸好这个 梁瑞的儿子 要不 你就永远不知道 以为康有违说的是真的 但是他就伪造 伪造以后呢 他就 他就想了一个 很大胆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 围缘 杀后 围着这个 颐和园 然后呢 用 袁世凯的兵 因为袁世凯 以前给过我钱 给过康有违钱 最康违信他 也还是他违信派 因为他是比较年轻 围着这个 颐和园 围着颐和园以后呢 就派着当时 这个有个黑社会老大 这个碧永年 进去这个 颐和园里面 杀这个太后 所以呢 就在这个 16号的时候 这个 皇帝呢 就见了袁世凯 再 然后就 就是在 同一天 上他两级 从这个直立安查史 到后部 这个 并部 四郎 这个很 四郎 这个是很 这个是很 因为在这个 太平时代 你不会这个 武官可以上两级的 所以这个 还有 这个皇帝就跟这个 袁世凯说 从现在开始 你不是这个 荣禄的 手下 手下了 你自己 该怎么干 怎么干 所以就吓死了 这个 袁世凯 到17号 皇帝呢 就 就有一个 特遇 要 康有为 去这个 上海 去办报纸 所以 但是这个 康有为 就没有想去 办报纸 就想 就是 一定要 这个 违缘杀后 就觉得 不可能 皇帝不想事 我 肯定是 这个 太后不允许 是不是 18号 亲王 一匡 就是后面 八国联军以后 然后他的 他的举重 亲重的 这个 亲王 跟这个 御使 这个杨 杨重一 就去了 颐和园 就告这个 抗有为的状 就说 不能用抗有为 还有这个 伊藤伯文 来见这个皇帝的时候 你不能用 伊藤伯文 怕 这个汉人 联络了 这个 这个外国人的 势力 然后这个皇帝 就搞到我们 搞跨我们大清 就求这个 太后 回来 殉仗 因为说 这个 尤其是汉人 你看这个 皇帝搞得 这个一套糊涂 然后这个 谭思同 就变成 当时 他有违信派 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赵树 就说我们 变法 是不成功 所以这个 看 我就想到 违缘杀后 违缘杀后 就怕一个人 就怕了谭思同 他说 这个 有一种 狭狮的 这个 一个 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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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去了 他就拿了枪 去了 就跟 袁世凯说 就是我们 要违缘杀后 你 你 能不能 就吓到 这个 袁世凯 快 吓死他 所以他呢 他就 从 腰间里面 就给 这 谭思同 给了 袁世凯看 今天 我的命 在 共手里 供的命 也在我的手里 在谭 然后这个 袁世凯 根据 谭思同 不是 根据 因为 谭思同 然后死了嘛 根据 梁启超 基地 基地 谭思同 袁世凯 说的话 就是 我们 就是要杀 这个 维员杀后 不是不能 但是呢 不能在北京 不如等到 秋天 当 两宫 黄太后 跟 荣路 带着他们 来 那个 小战 这个 练兵 厂 我们在 这里 在 沙尔 荣路 在 囚禁 太后 何如 好不好 这样 这就等于 给了他 空头 支票 所以就 后面 为什么 说 袁世凯 是 卖 同党的 原因 但是 袁世凯 从来没有 说过 这些话 因为 从这个 客观 来说 他们 只有 7000人 荣路 有14万 还有 袁世凯 小战 这个 新军 要不是 有 荣路 的 批准 的话 是没有 子弹 的 根本 没有 实力 去 做 这个 违援 杀后 的 事情 直到 19号 这个 皇后 就 回宫 很多人 就是 这个 就是 戊戌 变法 的 他就是 那天 就是 皇后 就是 太后 要搞 政变的 那天 但是 你看 这个 跟这个 历史 不相符的 因为 他真的 去 政变 的话 他不会 这样 去 回宫 他从 这个 颐和园 以前 还有水路 很慢的 还要去 拜拜佛 还要 坐船 还有 就是 有另外 一样事情 就是 因为 当时 这个 俄国 在这个 东北 有一些 不寻常的 这个 军事的 所以 可能 慈禧要 回去 来办 这个东西 康有为 就去见 这个 伊藤伯文 就求他 出兵 帮他 去打 这个 打回中国 伊藤伯文 肯定不会 帮你 做 这个 事情 所以 康有为 在 20号 就逃到 天津 然后就 逃到外国 因为 开始 知道 大势已去 然后皇帝 就见 袁世凯 袁世凯 最后一见 然后就 回到 天津 皇帝 又见 伊藤伯文 就想问 他这个 变法 是怎么样 但基本上 谈的 没什么东西 因为 从某些 言识来说 就是说 当时皇帝 已经被囚禁了 然后太后 在脸 脸 后面 但是不知道 反正就是 他没有结果 21号 就真的要 就是 他要回到 宫里 就一定 就要 这个 抓这个 康有为 抓康有为 但是在 21号的名单 没有其他人 完全没有其他人 就说 这是 结党 淫私 然后 这个 这个皇帝 还没有 这个 还没有 被囚禁 他是 这 银台 妻学 银台 什么地方 其实是 太后 回紫禁城的时候 回共的时候 皇帝 通常就会 住在这个 银台 所以皇后 所以太后 回去 就这银台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然后这个 慈禧 还要 回到 颐和园 所以根本 就没有 就只有 逮捕 这个 抗有为 还有 就听你 这个 对我们 满人 有这个 利益 损害的 这个变法 其实是这样 没有 要抓 其他人 但是 抓不到 康有为 抓到 康广人 那当然 就是历史 最大的 最严重的 罗生门 就不知道了 就是 就在 抓到 康广人 的时候 就知道 有这个 维元杀后的 这个计划 那 是不是 这个 康广人 透露出来 可能是 也有人 说是 袁世凯 告诉 融入 他们的 计划 所以 22号 就开始 逮捕 林旭 这个 杨瑞 刘光帝 唐思彤 四郡子 还有 这个 梁启昌 梁启昌 就逃到 这个日本 使馆 日本使馆 就帮他 送他去 日本 因为 通常 你看到 日本呢 就一定 帮助 这个 革命 还有这个 现在就叫 保皇 保住 这个光绪的 党羽 因为他就想 你的 中国越乱越好 是不是 利性不良 所以这么就逃了 逃的时候呢 这个 因为 谭思彤 然后死了 这个 这个 梁启昌 就跟这个 谭思彤 讲的时候 梁启昌 说我们一起走吧 谭思彤 就说 不能 我们又留着 为什么 因为所有 各国变法 都一定要留学 唯独我们 中国为什么 今天不畅业 就是因为 中国还没有留学的 为变法 而留学的人 所以要留学的话 自私同事 都这样 然后就说 不有行者 无以图将来 就说这个 梁启昌 你要走啊 你要图将来 不有死者 无以愁上主 他就一定要留着 来朝这个 上主 所以就走的时候 他写了个 绝命事 就绝命事 是谭思彤的 绝命事 但是谭思彤 这个绝命事 他是已经绝命了 所以谁写的 他的这个传呢 梁启昌 梁启昌 就说 驱流 肝胆 两困轮 肝胆 两困轮 但这个 很奇怪 驱流 驱就是梁启昌 流就是这个 这个谭思彤嘛 两困轮 就是其实 大家都是 困轮上一样 这肯定 很多水分在里面 因为对这个 梁启昌 太有利 尤其是 是这个 谭思彤 就真的要死的话 也放不着 要再讲 这个驱流 肝胆 两困轮嘛 所以 在另外 这个十年后 有一本演绎 就是说 这个戌命事 是 最后一句是 流降 公罪 后人论 就是说 这个共罪是什么呢 共罪是 应不应该 违缘杀后 要是这个的话 就是对抗力很不利的 但不是 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个 他们就在 九月二十八号 要杀六君子 六君子 当然是他们四个 张经 还有 康广人 他的罪名 没有其他 因为他个个是 康广人 还有就是 杨生秀 杨生秀呢 这是谁呢 就是 编法一开始的时候 上咒 给这个皇帝 说要开 编法 从他 就是那一天 写的这个 定国事兆 就是大概这个时间 然后呢 当 囚禁了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从这个 不囚禁到囚禁呢 这是因为 违缘杀后 你这个不孝的儿子 我不 围着你 不可能 所以你看到他这个 慈禧对这个 这个反弹的力度 那么大 你看到他好几十年 他没有做事情 你看这个慈禧 你看到这个 做法不是这样的 比如 你看看 他真的做 十四的时候 要 建铁路 他说OK 然后太多人反对 他就不做 但是后面 1890年 就开始慢慢地来做 还有就是 不说这个 我们一定要 立我的 我的外甥 光绪 我要 我要为文中立四 所以你看这个 慈禧 其实是很老辣的 一个政治家 他不会 不默然 那么的这个 就这个 大道阔苦的 扩斧的 这个一个 这个动作 你看到也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这位为原杀后 是一定要囚禁的 这个光绪 你不笑 你要杀 你自己要骂 然后这个 杨胜秀求禁的时候 就上述就说 你没有原因 要 囚禁这个光绪 所以因为这个 也放在这个 并列在 那那天 这个奸奖的 这个奖的 这个人呢 是这个 刚毅 刚毅呢 在清朝呢 你去杀这个 官员的时候 就看你级别 越高呢 你又到了 越顿 所以基本上 他们呢 所有六个人呢 就以一品大员的 招呼 所以就六个人 基本上 就是用顿的头 来拒 他们的头 他们六个就死了 那户序变法 又完了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所有的 然后这个 慈禧呢 就所有的 新法都废掉 除了 金氏大学堂 还留着 所以这就是 户序变法 白日为新 但是你这个 你看得到呢 是什么东西 就是第一次 我们中国 真的觉得 我们真的有变法 我们就有改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一件东西呢 就是你看得到 就是这个 当每个人 有自己利益的时候 就有他的这个 最最最最 最丑陋的这个 丑陋的这个 东西你看得到 就是抗有为 去改这个 这些历史啊 什么东西 还有你看得到呢 其实真的 真正的历史 比这个 你看就刚刚说 这个 这个说短版的 这个 抗量说短版的 其实复杂的多 还有这很多 是不同派别的斗争 就是所以呢 张志动 本来五月份的时候 是叫他去 呃 主政的 五月份的时候 这个 但是呢 他就刚刚 他到了这个 上海的时候呢 就就 在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势力范围 这个湖北啊 就有几个 这个农民杀了 这个几个日本人 杀几个日本人 才回去 我常常都觉得 是他自己搞出来的 因为他知道 他肯定不会去 他多老辣的人 他就怎么去 会这个 是非之地 然后到这个 户需变法一 完的时候 就有人 就说 要他去主张 他就有电话 就写 肯定不去 万万不可 明哲保身 所以看得到这个 张智隆老辣 也看得到了 这个没有李鸿杖以后了 这个改革 甚至是很困难 还有看得到呢 就是这个 慈禧是很 很厉害的 这个政治家 他知道要 他知道 一定要违心 或者是要改改革 但是做的力度 是很慢的 像这个去 煮这个青蛙一样 你不可以用汤水的 所以慢慢来 慢慢来 但是因为康梁 他们去了日本 他们当然是政治立场 就一定要摸黑了 这个慈禧 所以在华人的 所有的这个 言论里面 太后是邪恶的 皇帝是正义的 我们就代表皇帝 皇帝现在被酬禁了 所以我们离开了 就一定要为他 就保皇 就回去 去救皇帝 所以你看得到就是 一个国家 人不可能 是人 或者是神 或者是魔 但是因为这个 通常你有这些 低层的知识分子 去搞政治的时候 就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他就很简单的 很学术性的 他是跟我的 我们是正义的 我们是神 反对我们的是邪恶的 是鬼 通常这些人 是没有行政能力的 通常这些人 是没有办事能力的 但是这些人 是破坏力最强的 所以有 因为康梁这个东西 搞了这个东西 就逼着这个 清朝两极化 两极化 就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就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步 就因为这个 户序变法的事情 直接 有部分就 有了 后面的 伊核团运动 还有八国联军 下次更惨的事情 就来了 请不吝点赞 收费 锁